作曲 李宗盛 就为女性 就是你会喜欢上一个人 一定是她身上有某些特点 是你所仰慕的 如果你是男人 我想 我们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你说清楚我是女人怎么啦 就是建筑师跟电影的美术设计 他们在设计点上 当然有某种相似的特质 建筑师盖的 可能是要让人生活在里面 美术设计 create的空间 就是要让角色在里面生活 就现在女性爱情遇到的问题 也都是如此 喜欢你的人 你不见得会喜欢她 可是你很喜欢的人 也不见得能够完全属于你 所以她正好在这样的关口 我饰演的角色服乐 是一个电影美术 她的个性 跟她追求专业上的完美 很有关系 所以她对美爱情中的对象 然后对生活上的一些选择 都是有点直傲的 所以很难找到一个 跟她心灵契合的人 但一旦遇上了 就会非常的固执的选择 那即使是世俗上 不太认可的感情 她也会想试着走下去 我跟依晨现在的年纪 应该在社会上面 所能理解的爱情观 它不需要有真正属于 年轻人遇到对方的时候 那种一见钟情 或者是很激情的开始 很激情的结束 她们的激情是有所隐忍的 是互相理解 互相成全对方的一种隐忍 到最后爆发出来的那场戏 就会变得很强烈 太过全情投入 会回不到正常的生活里 可能是当初 文英导人在跟我讲 这角色的时候 他就说外人眼中看起来 其实郁先生大概 会是一个很识快的人 大概会是一个 所谓的生意人吧 就我自己而言 我认为其实 郁先生他也知道 他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到底在抗拒什么 是我的人 还是我的家 福岳刚好是另外一个相反的类型吧 就是 他跟郁先生周围会出现的人 完全的不一样 他 很有理想 常常很挣扎 因为你的过往 其实代表就是你的未来 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 现在的样貌 一定是跟你过去认识的每个人 或爱过你的每个人 或是不爱你的每个人 或是跟你吵架的每个人 会造就你现在的气质 春山对于美的要求 生活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跟他是像的 建筑 是光的谷人 其实就是一种香气和的感觉吧 就 我说这个美 你懂那个点是什么 我不欣赏这个人 你明白我为什么讨厌 好像 不言自明的一种默契 我觉得是互相扶持跟理解 一个成熟的关系里面 它是更多的是成全 对于春山来讲 一个成熟的一个爱情观 我可以不理解你 但是我愿意成全 因为成全你之后 我心里也释怀 扶岳这样的人 是喜欢吗 认识的事情变长完之后 他会慢慢越来越了解扶岳 但他也会知道 这个人的价值观 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很短暂 我可能会跟扶岳的想法 比较接近就是 明确无滥 明确无满 明确无人